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 闪亮登场 你好 你好 是不是让你们失望了 我先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陕西西安的一名演员 我的名字叫做仪艺新 今年22岁 原来你是演员 对 那怪不得 肯定是有不少你的粉丝 一看一新来了 那你现在拍什么戏呢 剧组还缺不缺这种偶像男一号 说实话 我确实是个很想跟凡哥搭戏 但没办法 我们这工作 真还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是这样 这个我虽然是中国传媒大学 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但是由于平时主持节目 接触过不少的演员 基本的升台行表 这些理论 斯坦尼夫拉斯斯基 这些我都比较懂 好 我先跟你讲一下 你听一下你能符合要求吗 有什么要求 首先咱得视力好 其次呢 记忆力得好 记词好 对 记忆力好 明白明白 然后呢 你的临场反应也得迅速呀 我这反应才快呢 是 能看出来 还有就是 你肢体得协调 最后一点 最关键了 你得抗揍 你不是这是什么角色呀 你是个打星吗 不是 不是 不是的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啊 我这不是什么剧组 我呢实际上是一个密室逃脱工作室的一名演员 就是在好多游乐园里边有的那个 不是那种 现在密室逃脱 你真的 你这个年纪已经不知道了吗 杨帆 你去过吗 我 但是 我听说过呀 我知道 我是觉得受不了那刺激 毕竟岁数大了 是吧 但是我知道呀 他们说在密室里面特别恐怖 我们这个密室里面呢 就是其实也不光是吓人 我们通过沉浸式的体验啊 给玩家带来这种不同的一种 感官的视觉体验吧 反正就是非常刺激 然后呢 帮助他们在这个体验当中呢 破解重重迷团 从而获得我们的故事的真相 我呢就是其中一个女主角 然后除了这之外 我还要扮演一些 功能性的恐怖角色 这功能性的恐怖角色 我懂 就是那种劈头散发的 对不对 然后那个飘飘乎乎的 那种灵异角色 对不对 挺吓人的那种 对 但你刚才说这个 这几种要求 和你这能对应上吗 能啊 为什么视力好呢 里面黑呀 那你是不是眼睛 得跟那黑猫警长一样 瞪得大大的 还得发光 你才能看见呀 对吧 对对对 记忆力好呢 你得演员通道多呀 你说你要吓到玩家 你是不是得出其不意 那演员通道 二十多个呢 还有机关 所以 就是悄悄地爬到他的身后 对对对 对 悄悄地来到你的身后 就如我悄悄地走 然后呢 临场反应迅速啊 是因为 你像有的玩家 人家胆子大 根本不害怕 吓人家 一下人家 哦 就这 然后出去 你特别没有成就感是吧 对 出去就反手一个差评 得 我今天这场提成没了 然后呢 你要是说 有的玩家 他又特别害怕 我又过去 把人家吓一跳 人家说 老公我 我怕 然后反手又一个差评 这位光子也没了 所以说呢 这个啊 也不容易 那你刚才说 好像还有什么肢体协调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的角色 需要爬 就跟那地老鼠一样 敲目声的 你就窜到人家后面 哇 吓一吓人家 然后你像扛揍 有的玩家胆子小呀 左勾拳右勾拳 那你有的时候躲闪不及 那完了 打我脸上了 我这个月别想出门了 还真有这样的吗 对 真有 是真的有 还有打演员的 他也不是故意的 是一种人的应激反应 对对对 应激反应 所以呢 要求我们的反应 也得迅速一点 还得扛揍呢 你自己有去玩过吗 我玩过 我当时去玩 就是去了以后呢 我刚进去 我不知道 第一次玩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 我刚一过去 人啪 一着脸在我面前 我扑通一下 给人家跪下 人家游游 游游给人家拜年呢 演员也得吓一跳 对对对 你不按套路出来 没有见过这样的 直接跪下 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我不是有意麻烦你的 包括我后来 来了以后 第一次上岗 对对 第一次上岗 人家跟我说 你要躺到棺材里面 演死尸 对 包括那音箫一响 我都很害怕 其实一开始 我真坚持不下来 我感觉 也就是出于喜欢吧 因为现在的 《密室逃脱》 不像以前的《鬼屋》 就是为了吓大家 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剧情 一个悲惨的故事 向大家传递的是正能量的东西 对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谜题 对 里面有很多谜题 如果闯关成功是很有成就感的 对 闯关成功是很有成就感的 你就像我第一次玩也是 当时通关的时候 虽然害怕 但是我很开心 也很钦佩这些演的演技 因为在《密室逃脱》的 每一名工作人员呢 他都不是专业的 他其实都是因为 出于热爱表演 就像我一样这样的人 我觉得说点好玩的 你这两年多的工作经历当中 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的事 有 我有一次去演的时候 有一个健身的一个老哥吧 他看着一米九几的样子 反正也挺壮实的 我觉得他不害怕 他是什么任务当时 他当时是来到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棺材那个地方 他要拿遗像 然后呢我会躺在里面 突然起来 然后会吓他一跳 踢起来就踢吓人 然后当时他取的时候 我没吓他 然后他准备就这么 走的时候 我啊一声 然后这男的 直接给我跪下了 他说无意冒犯 无意冒犯 就看着往处爬 边哭边爬 我是真的第一次见一个 那么大个儿呢 你第一次去玩的 那个画面了 我觉得还挺像的 我其实当时想 哎 完了 就又得吃差评了 结果初一人 给了我一条好评 所以我觉得有意义 没事 好评就是对我演技的认可 但是我特别好奇啊 因为你看 虽然我没有去玩过 但是我知道 在密室里面 是很黑的呀 作为一个演员 你在特别黑暗的环境当中 你靠什么样的表演 能够达到 提高自己的目的呢 需要用声音去表现 包括我们有的场景 它是有微弱的灯光的 虽然玩家看不到你的脸 但是他会看到你的肢体 我们会通过一些 借位的方式 让玩家就是感觉 有的时候可能 打呀 是真的打 他们就会 也会觉得心疼 也会带入其中 你不觉得你的爸爸妈妈很可怜吗 为什么这么讲 你看台下的这些哥哥姐姐 他们来做这个工作 对不对 人最骄傲的事情 就是领着家长 今天到台下看我的演出 你爸爸妈妈 估计不敢去吗 我爸爸妈妈 我觉得他们进去 得犯心脏病 你看 我女儿怎么穿成拽呀 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 还挺好的 特别年轻人 他是练胆量 对 他是通过这种方式 在施压的 对 解压 对 对 对 因为现在的整个城市的 压力很大嘛 年轻人都喜欢 通过这种方式去玩 像我爸妈他们就觉得 你干这行 能正经吗 这工作 不会是骗你的吧 闺女儿 但我是因为 我真的是喜欢表演 因为我也想过 我不来这儿表演 我去哪儿呢 外面剧组也没人要我 我也不是专业的 对吧 至少我现在过得很幸福 我很享受我现在的快乐 我就OK了 享受当下 对 享受当下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样 已经挑战之前 我也发起一份邀约 台下几位评论老师 咱们明天 哪位老师有兴趣 和我一起去感受一下 姐 欢婷姐 往哪儿看呢 需要这个心脏的 这个收缩能力特别强 涛哥你敢去吗 我失眠 但是其实也很奇怪 就是我前两天吧 偶然之间看了一个数据 就是说 就是哪一个行业的那个 就是它的利润增长率 最高的 居然是密室逃脱这个行业 真的 就是他给我们的解释 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人 压力太大了 需要去解压 所以密室逃脱 目前是年轻人 就是最好的一个 解压的一个方式 我是建议啊 咱们评委老师 就别兜去了 因为我觉得如果兜去呢 就一心像他们这样的工作人员 有可能也会害怕 你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 突然看到郭峰老师 低着头 散着头发进来 你说你害怕吗 我害怕 今天难得有机会 对 你的表演是可以给爸爸妈妈看的 对 好好给爸爸妈妈汇报一下 好吗 好的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好的 在夜里四夕年哪 没有我七百年那花卫 三月里四千年那花卫 没有我七百年那花卫 金那银儿说 银那银儿说 那杨桥桥是少做银子 少做银儿过 没有我过祸 是哪个来推我嘛 我就来推你嘛 小虎你把头奔了 没往上流传 啊啊有位座 啊啊有位座 家没推过火楼火味 啊啊有位座 家没推过火楼火味 谢谢一斤的演唱啊 听了你的演唱之后 我更感慨你今天这个标签啊 不仅是你平时在这个密室 逃脱的工作室里面 你的表演可能会让这些挑战者尖叫 就单说你的唱 也会让现场的观众发出尖叫 谢谢谢谢 谢谢方哥 加油妹妹 谢谢